歡迎收看胖尿愛作怪 歡迎收看胖尿愛作怪 今天呢是想要來跟你們聊聊天 是想要聊 最近我生活中我遇到的事情 不管是不開心的還是開心的 那我今天想要藉由這個影片跟你們聊一下 那因為最近我在 我在我的粉專有提到 我舅舅跟我舅媽 他們因為一些事情 爭吵 因為我覺得從小到大都對我們很好 所以 我們就是也蠻替他擔心的 那還好最後他們有好好講 有和好 這樣我就這樣 比較放 比較放心 你們知道嗎 就是因為剛好又聽到一首歌 所以我今天在這個影片 就想要跟你們來 聊一下 這首歌是那個小球的 七分滿 是那個酸甜滋味的歌 就是 他那部戲裡面的片尾曲還是什麼 那他的歌詞我還蠻喜歡的 我來跟你們說一下 就是他歌詞有說到 人生有時辛酸 有時難堪 有時是是笑著看 即使不會有指南 或許是想提醒我 生活只能七分滿 那我真的 我無敵喜歡他這段歌詞 你們知道嗎 這感覺 這歌詞很有意思 就是這樣歌好聽 就整個 整個 整個 歌就是會很無敵 超無敵的 我感覺 有時候會想說 欸夫妻到底是怎樣 因為就剛好 因為我覺得這件事情 跟我爸之前 他們他有個 朋友 就是因為 恩 就是因為生病而過世 就想到 我就想到 欸 就是感覺人家 就是 人還在的時候 就是互相 對方都很不珍惜 就是要等到人走的時候 大家才會覺得 就是 我的人都是這樣 你們懂嗎 就是 但是不在的時候 我們才會想說 恩 早知 早知如此何必當初 我想說 當初就不要這樣了 就是這樣 那我覺得這首歌也超好聽的 我都會把這個連結放在我的資訊欄 你可以點開來看 那另外開心的事情就是 我阿 就是頻道阿 我最近發現我頻道 那28個人了 超開心的 希望可以趕他滿50人 這樣就可以來趕他抽獎啦 好 就是第二件開心的事情 是在 小羽 就是 小羽是一個 他是 美專youtuber 那我覺得 他也是我其中最喜歡的youtuber之一 那他之前就是有一個春酒抽獎 我也是 我也是有 我也是有參加 那我也是 還滿常跟小羽互動 所以我就有錄我那個年八達 那個年八達就是你 假如說 你很常跟小羽互動 他就會把你 列入那個名單內 那我就 就那時候在抽獎的時候 因為我的抽獎 年八達抽獎的那個序號是7號 那時候 因為他前面還有其他的獎 就那其他獎 就是沒有抽到我 那時候我心裡就非常的低落 所以我想說 這小羽就是 在抽那個年八達獎的時候 因為他是用那個球 這樣轉轉轉轉 所以我是7號 我就日球 一定要說7號 就 就想知道 就是剛好抽到7號 我超爽的 無敵爽 真的 超開心的 看得出來我 我現在也是很開心 就是很興奮 就是 雖然不能 中大二頭 可是至少 中這個也是蠻開心的 你們懂吧 那 我也希望就是 你們不管遇到 開心還是不開心的事情 也可以到我的粉專 私訊我 歡迎來跟我聊天 就是 你們 就是如果遇到 真的很不開心的事情 千萬不要自己放在心裡面 這樣會不會得內傷 內傷 我的發音不比較準 不好意思齁 所以最後還是要用這句 這句歌詞 來跟你們說 人生有時 辛酸有時難堪 有時 試試笑著看 即使不會有指南 或許是想提醒我 生活只能 7分滿 就是 真的 遇到 遇到一些難過的事情 千萬不要悶在心裡 可以去找你的朋友說 或者是跟家人說 或者是也可以在 私訊我的粉專 歡迎跟我說 我都很樂意 聽你們 跟我 吐口水 那如果喜歡今天這影片 就幫我按一個喜歡 那如果想要看著 什麼影片主題 或是想要對我說什麼話 也可以在這個影片底下 或者在我的粉專 跟我說 因為我最近真的不知道拍什麼影片 啊 所以你們想要看什麼影片 如果覺得 嗯 做 我可以做到的影片 我就會 hello 那牛粉們 我們就下個禮拜三再見囉 拜拜